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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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呢 在六道众生里面来说 真正明了的人呢 不多 我们一般说 如果这个利益了 现在就能够获得 对现前有利益 但是对将来没有利益 对后世没有利益 佛给我们说 这不是真正的利益 而现代人确确确实实 这功耗利 只知道眼前的小利 而不知道这个利益 会给将来带来 将来带来祸害 这一点疏忽 这一点疏忽 现在有利益 现在有利益 有好处 将来也有好处 后世也有好处 这是真实的利益 或者是 现在没有利益 将来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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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有利益 这个事情应当做 中国英语 有一句话说 前人种树 后人成良 种树的人 他们有得到利益 后人的理 后人的理 他做 为后人作响 我们今天在大树底下樱梁很舒服 你要想到 这大树是前人种的 我们感恩 用什么感恩呢 口图上感恩 这么用处的 我们也要多种树 利益后人 这是行动 报名 这个例子里面的含义 非常非常深长 可是现代人只想到自己眼前的利益 自己将来没想到 将来都想不到了 还会想到后世吗 现在人连父母都不照顾了 还会照顾别人吗 世风日下了 到这样的地步 这是人类的悲哀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 祂有圆满的智慧 无尽的得能 祂能关机 宇宙之间 一切众生 过去 过去 未来 祂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祂是真正能够 利益一切众生的 所以 决定没有 决定没有 意念的伤害众生 决定没有 即使众生造作物业 所谓无逆时悟 没有一样不造 好 佛菩萨还是护念他 还是帮助他 绝对不会怨恨他 厌弃他 不帮助他 没有这个事情 佛是平等慈悲 亲近慈悲 为什么 因为佛知道众生有佛性 佛性是真常的 佛性是平等的 佛性是至善的 佛性是至善的 他现在为什么不善 一时迷惑 情有可怨哪 一时迷惑而已 就是一时的迷惑 这时的迷惑 在自性里面呢 都是一刹那 都不是很长的时间了 佛怎么会计较这些呢 如果计较这些呢 佛的慈悲不能成为大了 所以大慈大悲 是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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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佛用什么方式来给我们呢 现象说法 佛对一切众生 现象 从来没有中断过 我们六根 所结束的现象 你能说这不是佛菩萨实现吗 为什么有人在这些现象里面 豁然大悟 虽然 这些人少 他有啊 他不什么有啊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现象呢 跟利益的人得利益 他看出来了 听出来了 中下根性的人不得利益了 业障深重的人 烦恼吸气后的 这个 祝佛菩萨 世相 很难受到效果 那不得已 要用其次 其次是什么 严熟 佛菩萨在世的时候 为大家讲经说法 佛菩萨 佛菩萨不在世的时候呢 留下的经典就是啊 那么经典就是能力了 那么经典就是能力了 大宇宙 大宇宙里面的现象 你不懂 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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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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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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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表伐了 现在我们学佛也学了不少年了 对于这些佛门里面一切表伐 多少懂得一些了 这个中下更新的人 多读经 多听教 不难理解 奈至于一切共聚 无疑不失表伐 《华言经》上讲的很多 前一会议里头 我们很详细地跟诸位介绍 我们晓得表伐的意思 见到这些佛菩萨像 听到佛菩萨的名号 我们懂得什么意思 这对我们有利益了 我们听到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们想把自己自性里面的 这个慈悲心引发出来了 看到地藏菩萨的形象 就想到要孝顺父 要尊死忠道 他不是迷信 这些佛菩萨并不是要我们对他很尊重 天天去礼拜 不是这个意思 那些形式是什么 是我们对于教会感恩戴德 一种自然流露的热情 表达我们的境遇 真实的利益落实在生活当中 供养地藏菩萨不孝顺父母 不尊死忠道 那地藏菩萨就不供了 供养观音菩萨 对一切众生没有慈悲心 还自私自利 那也是不要跟我 那叫迷信 这个是佛门里面的 供菩萨里面香花水果 哪一样不是表达的 供菩萨里面我们说的很多 最重要的是供水 佛菩萨形象面前供一杯水 这最重要啊 什么供品都没有 那个水一定要有 水代表什么 水代表心 看到这杯水 就要想到 心要像水一样干净 没有任务 要像水一样平等 水是平等 所以这杯水代表什么呢 清净平等就 清净平等就住了 表这个意思 你真正懂得 真正明白了 任何地方 只要看到水 你立刻就意识到了 清净平等就住 岂不是 所有一切处 一切实 只要你接触到水 他就提醒你 你要修清净平等就住了 你不要染污 不要有波动 他在给我们说法了 你要理解 你要能够接受 你就得利益了 佛菩萨教会 利益 无量无边 都在我们自己 能体会得到 这一点重要 第九句 和命无边 我们看这个名号 无边佛 那如果通常呢 我们再加上 南无 南无 无边佛 南无 无边如来 你想想 这个名号里头 含着什么意思 边是边际 没有边际 那我们从反面上去看 可能 这个地区 这个阶段的众生 心里面 妄想分别 执着太多了 处处都有界限 那我们想想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佛这个名号 是不是用 我觉得很是用 确确确实实 现在这个世界 有界限 几乎每一个人 都有许许多多的界限 边界 界限 界限从哪里来的呢 迷惑里头来的 妄想分别 执着里头来的 前面我们说的很多 我们晓得 空间 有许许多多 不同为此 我们讲的 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科学家告诉我们 从理论上讲 无限度 那么这都是有边的 有边就有障碍 这一边 就不能到那一边去 现在地球上 你看每个国家 都有国界 都有边 一半年轻 两半年轻 虽然那个时候 也有国家 也有边界 边界 都不设防 人民自由往来 不要护照 自由往来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要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 要办护照 要办签证 没有护照 没有签证 就不能 入那一个边境 从前没有 那我们想一想 到底还是友好 还是什么友好 大自然 并没有 个人是边界 无边界 无边在回归于自然 有边界是人为的障碍 这些事 我们要认真 细细地去思维观察 祝福如来的 刹土 没有解决 西方极乐世界 任何人是往生 不需要办护照 不需要办签证 你想去 你就能去 我们六道里面 实在说 每一道 是有一个界限 但是没有关卡 人到哪一道去投身 佛给我们说 业力引导你去掉 这就是 孔父子 在《易经》 《细词大传》里头 所说 我以内居 人以群分 你到那个地方 去投胎 你跟那个地方有缘 有共一 这样去掉 要不然 你为什么到那一道 而不到别的道理 我们大家今天 都到人道来了 你为什么不到天道 二十 此时此处 这么多众生 在过去身中 给你有共业 共业所感 不由自主的 他就来了 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受惊 他就来了 业力牵引着你来的 但是 你要到西方 极乐世界 那就不失业力了 那是什么 愿力受惩 清楚啊 自己想去 心想死成 那怎么会去法呢 我给你讲的 有方法 依照那个方法 你就行了 方法的纲铃 三个字 性 愿 性 这三个字的含义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了 不能错节了 错节了 你去不尘 你要正确理解 这三个字的意思 好好地修 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三个条件 通通居住 这就去了 没有不成就的 真能利益了 这个诸佛如来 能利益里面 最殊胜的 最究竟的 最圆满的 帮助你 来生到极乐世界去 我看佛 这个地方 这个名号 前面这个能利益的名号 大概确实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吴宾 我们想到 佛的这个名号 应当把自己的 妄想职责放下 放下就没有边界了 与一切人事无 就没有对立了 有边是二法了 无边是不二法了 佛法是不二法了 最后这个名字叫最圣 我们在前面 慈四周 那一段里面 佛第九个名号 叫最圣 这个名号 跟前面完全相同 当然 意思了 也不例外 这个名号 无比的殊胜 无论是智慧 得能 向好 方方面明 都是第一 都是最圣 佛 告诉我们这种事情 用意很深 如来古地上 样样最殊胜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原本跟佛一样 没有两样 就是出现凭上述说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最圣 你也最圣 他也最圣 我也最圣 现在我理他 都没有什么最圣 这什么原因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争得 那么佛这个名号 岂不是就告诉我们 只要你把妄想 分别执着放下 你就恢复到 样样最圣 所以 烦恼吸气 要克服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对质 六波罗密 就是紧紧 这个六度 你想想看 六十六种方法 都自己引动的烦恼吸气 把这个烦恼吸气 断掉 用这六种方法了 你就 行事出最圣了 心量很小 自私自利 坚贪 坚贪吸气 很重 你用不失这个办法 对付坚贪 脱开行量 卧夜很多 你用持戒的方法 对付卧夜 晨慧心很重 用忍辱的方法 懈怠懒散 提不起精神 你用精进的办法 心散乱 一直不能集中 用禅地 于此 用智慧 佛所开除这个方子 都治我们的毛病 所有一切 毛病全都治好了 那你就最深了 末后总结 如是等其数是千 令住众生 过别之间 这意思跟前面完全相同 我们再看第三段 清晦世界 诸佛子 此四天下息 此有世界 名为清晦 是智慧 这个意思好懂 清也不难懂 我们看到这个清 会想到 家亲 家亲 居住 会想到 亲爱 亲切 没错 诗汉 这有这个意思 但是 一般众生 为清晴 说明 所以 不能超越六道 再看世界人 古今中外 多少文人才子 为清晴 学下了多少批 动人的文章 誓死 辜负 我们 感觉 读诵 也能勾起 我们的回想 为他们爱上 为他们爱上 为他们鼓舞 亲切 那么在佛法里面 来说呢 这个东西都是 齐情 五欲的 在那里引导着 古暴 不能离开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主要的原因 秦直 六道轮回 从哪来的 就是秦直 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用这个名词 这世界用这个名词 秦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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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职跟智慧是同一个体 谜的时候叫秦职 叫清洁 确的时候叫智慧 同个体 谜的时候六道反腐 决的时候祝佛菩萨 这个名号又何尝不是专翻成圣的名词呢 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 有了成就啊 世界称之为清晦啊 如来与比 在这个世间 何名水天 何名习近 何名罪圣网 何名调福天 何名真实会 何名道究竟 何名欢喜 何名乏惠 何名俗作一半 何名善助 如是等七处是亲 灵住众生 过别之间 这是第三段的经文 这是什么? 什么叫水天? 清凉大死有助解 水天真 水 善利万物 天光尽过 这是比喻 以我们地球来说 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 不能离开水 离开水 它就不能生存 所以水确实善利万物 天光尽过 天光明清净 所以水天这个里头喊的意思 光明清净 善利万物 那么这个名号 里面的含义 我们就懂得 希望一切众生 听了佛这个德号 要向水学习 要发这个心 大慈悲心 为一切众生 佛物 无条件的佛物 向水 自运万物 无条件的奉献 无条件的奉献 清净 一尘不染 取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佛的德号 实在讲 每一个名号 对我们都是 很大的歧视 细心想想 对我们确实 有作用 我们想到水 这个水的德性 我们比不上 想到天 天大功无死 中国人常常称赞 乾坤之德 了 钱为天 坤为地 第二个名字 后卫习近 习是欢喜 我们要许 习近 就像 中国人 供养的 弥勒菩萨 不带和尚 人人都欢喜 见他 他所信 大慈悲香 无论见 什么人 笑面 常开 从来没有看过 他忧虑 总是看到 笑面 相传 他往生的时候 告诉旁边的大众 跟大众讲 他是弥勒菩萨 再来的 说了之后 他就走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说了不走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说了就走 身份一铺路 立刻就走了 这是真的 所以中国 从南宋以后 这个 佛门里面 供养弥勒菩萨 都造他的像 不带和尚的像 喜剑萨 没有一个人 不欢喜他 我们今天 看到的形象 也欢喜 所以有人 把它 称为 欢喜福 代表的是 借大欢喜 但是在佛门里面 它表的是 身平等性 成喜悦相 心不平等 欢喜心 从哪里来 欢喜心 是从平等里出来的 第三个德号 和名 罪圣王 前面 我们看到 就是佛在 慈四天下难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 是西面 佛 有一个名号 叫最圣 这个地方 跟那个意思 差不多 多了一个王 最圣王 王 取自在的意思 其实 最圣 哪有不自在的 真正得自在 那一定是最圣 如果没有最圣 他自在不起来 第四个代号 和名 调福天 调福我们在前面 度过 这个地方 加上个天 天这个意思 比较高啊 可以说 调福的方法 手段 高明极了 如同天人 所以天在此地 是个比喻 事件 对天 没有不尊敬的 调福要高度的智慧 现在所说 还要高度的艺术 如同天人 那么大宗 对他的尊敬 也如同 尊敬天一样 前面 清阳大师 跟我们说过 每一个名号 都喊多艺 所以 不是很难解释的 他都不用解释了 我们懂得表发的义曲 自己 自己看到名号 就能够想到 里面的义曲 现在 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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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